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都市高管男女出差艳遇的故事,在别处 女主是某上市公司深圳区的项目总监 做事雷厉风行,是一个典型的事业型女强人 谈了一个男友,但30岁了,俩人还没有结婚 男主呢,也刚刚跨过30岁,这个坎儿 也是这个上市公司的项目总监 同时他有一个在一起10年的未婚妻 不过不同的是他在北京 本来两个人天地各一方互不搭嘎 某次女主出差,碰巧就和男主一起合作 两个出差在外,没朋友,没亲人的人 工作之余呢,就开始谈起了心 随着工作上的默契,俩人越来越了解对方 他们也对彼此互生好感 这天晚上,俩人约火锅 男主,哎,趁着醉意,吻了女主 女主呢,也回应了对方 但是第二天,女主就心生罪恶感 开始躲避男主 男主呢,也大概明白他的意思 哎,反正工作也马上要结束了 到时候就各回各家了 于是呢,也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晚上天空下起了暴雨 男主接女主一起回到酒店 在车上,俩人忍不住爱意 悄悄地握住了彼此的手 仿佛这样就可以在一起了 晚上,男主的未婚妻给他打来视频 哭着说家里的宠物丢了 要他在视频里陪着一起找 而女主这边呢,也发来信息来约他 看着未婚妻哭得梨花带雨的模样 男主自然是宠着家里的那位了 所以他拒绝了女主的邀请 女主收到男主的拒绝十分伤心 这时男友发来慰问短信 这让女主产生了更深的负罪感 他决定要结束这段错误的感情 出差最后一天终于不再加班 同事们一起坐在观光车上看风景 女主兴致缺缺地睡了过去 醒来之后发现车上只剩下男主和自己 男主深情款款地说 我在等你醒过来 女主似乎被打动了 正准备回应时收到男友的短信 而男主这边呢 也收到了未婚妻的来信 这两封短信直接打断了 二人以你的心思 终于到了离开这天 男主还送了张旅游卡给女主 追到机场去试图挽留女主 女主看到男主来追自己十分感动 就在这时 男主的未婚妻来到了机场 女主不想伤害男主未婚妻 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之后他们回归了各自的生活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瞬的默契和温暖 就以为那是爱情 但有些美好只能发生在别处 因为另外的美好可以相伴终身 所以要珍惜已经拥有的幸福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